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下看大牌上的地方 我最后会介绍的这一块 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 我最后会介绍的一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非常著名的斯皮尔伯格 大导演发导演的大白杀 它一共是我记得最经典的话 还是拍了三集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后续 但是就没那么好看了 这个大白杀一二三五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下 虽然说这个电影非常老 但是它依然是非常经典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音乐电影 还是照片什么的 只要它是好的 无论时间怎么流逝 它始终是好的 所以大家一定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好 然后看大白杀 我当时又是去了四天 我就简单讲讲第一天的经历 因为后面都差不多 早上大概我是记得四点多钟 就起床了 天还是黑的 然后就开车到了码头 这个码头早上还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当时去我们一起去看大白杀的人 大概有十十一二个吧 人也不多吧 但是那个床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就排队就上船了 然后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就开船了 当天的朝霞也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我们的船就迎着这个朝霞前进 大海是金色的 天空也是金色的 海浪也是金色的 非常非常漂亮 我当时拍了好多镜头 然后在船上有很多工作人员 它会给你介绍大白杀的一些习性 还有它现在的一些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水下 看大白杀的一些注意事项 尤其是它会发你一些装备 等等这些 反正这个我觉得还是很负责的体验 还是不错的 后来我就在船上逛了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笼子了 在这个窗尾这样拖着 真的 你如果看过这个大白杀电影的话 你就会发现跟最后大白杀一 不是有一个海洋动物学家 他在水下去攻击这个大白杀 就跟那个铁笼子一模一样 不过要坚固很多 还要大很多 坐这个铁笼子下去了 哈哈哈哈 想起来都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情 然后当时刚才我们说大白杀 那个大白杀就把那个 当时是那个 搞海洋的一个学家吧 他又坐这个笼子下去了 然后那个大白杀发起路来 把那个铁笼子都给掀翻了 真的是太吓人了 开了大概一个多两个小时吧 就到了这个位置了 其实这个位置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当然因为我也不是研究大白杀的 我一直以为是在这个海的中间吧 就是开到你这个岸边海岸 有一点距离了 然后去就是海中间寻找大白杀 但是这个船它实际上是开到一个无人小岛 这个周边离海岸大概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非常近啊 然后就停在中间就把我下在那里 接着呢这个工作人员的话 它会使用一些手段 它会就像大白杀电影里面一模一样 洒一些雪 洒一些雪 在这个海里边它就是吸引大白杀嘛 然后这附近呢 有非常多的什么金枪鱼啊这些 因为我看见很高凉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下面 这个海里边全是那种成群成群的鱼 而且是那种 它不是那种沙滴鱼 一会儿啊你就会看见这个海下啊 就由来非常非常多的小鱼 这个鱼其实也不小啊 大概有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的 非常多啊密密麻麻的 犹如已经就是非常多 而且呢这个海上的这个两娃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两娃 反正也是一群群的就就全部都飞过来了 在这个海面上 其实当时我下去之前啊 说实话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 因为我看大白杀这个电影 还看过很多次这个 老洞你知道吗 老洞还是有点大了 呵呵呵 哎麻了 马上我们就要下去看这个大白杀了 我感觉我们像那个食物一样 要下去喂大白杀了 海料这么多 就说明这个下面啊 鱼不少 这下面我估计是成群成群的鱼 在下面等着我们呢 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有大白杀 也在等着我们下去喂他们 哈哈哈哈 好吧 准备准备下去喂鲨鱼了 我就带上我们的摄影设备啊 就下到水下了 哇这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冷啊 但是其实我下去过后啊 我反而没有那么担心啊 我是反而就是期望着啊 这个大白杀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因为这个海水温度还是很冷的 我们第一天呢 我在水下大概待了两个小时 接近三个小时吧 第一天如共而返 没有大白杀 没看见 当时我就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啊 不过我的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哇 人品大爆发 连着三天我都看见大白杀 好的 我记得是第三天回去的时候啊 这个因为回去嘛 都是这个接近日路了 然后出发 然后到达这个海岸的话 到达这个终点的话 已经是晚上了 我在这个回去的路上 还看见很多海狮啊 这些海狮还是蛮可爱的 当然海狮也是这个大白杀 最喜欢的这个盘中餐了 这个天气也是非常好啊 这个远处的火烧云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震撼啊 这些镜头都是我用摄像机 就是手持这样拍摄啊 大家讲究看吧 好 因为我是连着啊 在水下待了四天 其实我在最后一天呢 这个体力就已经不行了 因为这个长时间在水下 这个主要是海水温度太低了 然后我其实到第四天啊 体力就跟不上了 然后就有一点感冒了 然后第四天完了第五天 还好第六天就不行了 然后我就去医院 当时在这个阿德拉格就去了一家医院 然后看了急诊 不过呢 最重要的就是拍到了很多我满意的大白杀照片 还有大白杀的视频啊 其实大家看到片头那些大白杀照片和视频 只是十分之一啊 甚至二十分之一 会有非常多这个珍贵的大白杀的这些视频啊 照片啊 因为大白杀的这个数量嘛 刚才我之前也说到是非常少了 这些照片呢 它不仅是摄影作品 也是珍贵的这个这个影像资料嘛 啊 虽然说啊 得了一场病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好 刚才呢 跟大家聊了一下我拍摄大白杀的经历啊 接着呢 我来聊一下大白杀这条鱼啊 没错 大白杀就是一条鱼 虽然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鱼是吧 大白杀呢 就像我刚才说了嘛 它虽然说是一条鱼啊 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鱼 这个大白杀最大的 现在的纪录大概是能到六点几米 接近七米的样子 体重呢 是可以超过三吨的 非常大的一个海洋霸足啊 大白杀最喜欢吃什么 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大白杀它最主要不是吃海里的那些鱼 而是它非常喜欢像什么海豹啊 海狗啊 海蚀啊 等等这些啊 像这种就是两栖类的这个海洋哺乳类动物 这个是非常喜欢的 当然呢 这个大白杀它饿了的时候 反正只要它能捕获到的话 它都会捕获啊 这些鱼啊 这些反正也在它的食谱当中啊 大白杀呢 其实它到现在为止啊 没有成功人工饲养的经历啊 当然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没做太多研究啊 我就不在这方面讲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大白杀照片啊 还是视频啊 所有的啊都是啊 大白杀反正有些数据啊 表明说只有三千头了 全世界 但是有些人说呢 可能还是有一万头以上 但是我觉得啊 不管是三千还是一万啊 对于这么大一个海洋世界来说 大白杀的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少啊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吃什么鱼翅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那些东西本来也不好吃是吧 我觉得还不如点个猴啊 这个刷上羊肉啊 什么的 那鱼翅好吃多了 我觉得好这个差的有点远啊 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啊 我的印象中啊 有三个地方 有专门的公司经营这个水下观看大白杀的 这个旅游项目吧 其中最出名的呢 就是在南非啊 这个是全世界应该是观看水下 水下观看大白杀 这个最大的有经营公司了 好 还有呢 就是在墨西哥啊 也有好 然后呢 就是最后一个 我们去的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澳大利亚的阿德兰岛附近 啊 所以呢 其实大家要去水下观看大白杀啊 嗯 还是比较容易的 至少跟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 这种水下观看大白杀的旅游公司去了 因为你在安全上首先有一定保证 而且在看见大白杀的这个机率上啊 也会提高非常非常多啊 好 可能有同学会问啊 这个呃 观看大白杀的费用是多少啊 因为呢 我当时啊 是连着去了四天 而且呢 我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吧 这里我也不好过多的细说啊 我当时的费用其实很少 呃 我记得啊 他们公司有个网站啊 呃 一天的话 好像还是 还是有点贵的 记得 一天好像是几千人民币吧 啊 还是有点贵啊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 大家只要知道 它不是自然风光 不是什么人文啊 旅游这些啊 跟这个肯迪亚 就是我常去的地方一样 呃 这个任何公司啊 它都不能说 呃 给100%的保证啊 你说你交了几千块钱是吧 你就能100%肯定 看到大白杀 或者说拍到大白杀 这个没有任何公司 能给你保证的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 它的行为是不可控制的 只能说跟这些公司去呢 呃 他们有一些非常啊 这个像 怎么说了 相对啊 专业的手段 你看到大白杀的几率啊 会大一些 但是依然不能保证啊 可能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你如果花了几千块钱是吧 几千人民币 然后呢 一天下来 也没看到大白杀 就打水标了啊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好 今天的这个 这个摄影故事分享啊 就到这里 好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点赞分享啊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想让我讲解的 摄影方面的知识啊 这些啊 或者说你有什么想跟我探讨的吧 都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啊 好 谢谢大家 下周再见 哎 不对 还没玩呢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记得一定订阅我的频道啊 谢谢大家